台美军事产业论坛6号在台北举行 美方派出了27间的军火商 大约有40个人抵台与会 今年会议没有对外公开 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不过台湾军方就强调 这个论坛属于民间交流性质 没有涉及到台美之间的军购案 台美军事产业论坛6号在台北举行 今年由27间美国军火商约40人抵台 加上台方厂商和专家学者 共约100人与会 在参加论坛前 美方代表先到台湾军备研发机构 中山科学研究院 航太产业公司 以及无线电遥控企业等公司参访 不过美方的态度相当低调 外界关注台美军事产业论坛 是否涉及台对美的军备采购 这是跟民间的一个产业之间的一个论坛 跟部里面本身的这个军购案外 或者相关的这个军案是没有关系的 台湾军方强调论坛是民间交流性质 不过与此同时 台军6号宣布 美国政府同意出售台湾价值3亿美元的 F-16战机零件设备 而相关议题被认为 可能会在台美军事产业论坛 进行讨论 台美军事产业论坛在台北会议中心举行 今年的会议是闭门会议 没有对外公开 那么会议将会讨论三大议题 包含自制军舰和战机 先进科技 以及无人机专题 另外台美双方在下半年 还会在美国举行军事工业会议 凤凰卫视蓝镜图 沈真峰台北报道